一井还乡用娃娃园第二个梦 邻国机 我收藏了上万件的娃娃 我现在的梦想 希望我在服装设计师退休以后 能够回到我的故乡去捐一座娃娃博物馆 那这一座博物馆 会在云林台西乡的一个海边 我希望美的教育能够让天乡的儿童 跟城市的儿童能够拉近那个距离 还有一个另外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带来天乡这些贫穷的乡镇的 一些经济效益 那当然我们很希望 透过自己自创的娃娃品牌 还有台西的娃娃 让很多的当地的一些 比如说外配 甚至是一些 可能在待在家里面有工作的妇女们 他们可以学他们的另外的遗迹之常 可以透过打板师 透过缝纫师 交给他们一些基本的技术 那我常常会在 芭比娃娃甚至有一些娃娃身上 找到非常非常多的设计灵感来源 那这些灵感来源 后来都变成是我工作上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些设计元素 那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会觉得说 成立这个芭比娃娃 真的是可以让 很多的可能性都可以成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二ピ祝